北京的东燕郊,河北省的燕郊镇,这是同一个地方的两种不同表述。 在行政区的划分上,燕郊无一是后者,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与其他河北小镇,有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气息。 深夜,数十万人在此憨然入睡,天亮,他们整装待发,前往北京。 燕郊,是北漂时代的一个印记,曾经这个地方充满着希望,而如今这个地方,让北漂们疲惫不堪。 1月14日,河北石家庄出现75例新增确诊病例,而短时间内,石家庄的现有确诊病例增至447例。 河北疫情的反弹,让河北怀抱着的北京紧张不已。 早在1月8日,与北京一和之隔的燕郊登上了微博热搜。 因为在河北疫情爆发之际,从燕郊进出北京的路上,检查力度突然提高。 住在燕郊,工作在北京的人们,在检查站,排着队进京。 检查站一排队,至少一个半小时。 这对于住在燕郊的北漂而言,已经是,见怪不怪的尝试。 因为北京,每每有什么重大活动。 进京之路,就会变得尤为困难。 耗时一两个小时,已经成了常态。 而住在燕郊,和住在北京,这个区别,已经将这群人的生活划分成,两个以工作为交集的平行世界。 在燕郊,至少有30万以上的定居者,每个住在燕郊,活在北京的人,都必须体会通勤的痛苦。 2018年以前,从燕郊进京,主要的通道,不超过5条,如今虽然多了一些。 但无论是哪条道路,都必须经过,进京的检查站。 北京与燕郊,虽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边,而这检查站隔开的,可不只是两个城市。 燕郊的通勤状况,也是北三县的一个缩影。 北三县是河北省廊房市下辖的,三个县级市,即三合、大厂、湘合的统称。 但他们与郎房市,乃至河北省相距较远,反而被津津所包围。 被称为,国境之内,行政级别最高,面积最大的省级飞地。 这些地方,因距离北京境,房价远低于北京,成为北漂一族的落脚点。 津津既一体化,北三县协同发展。 这些都成为燕郊,以及北三县地产开发商,吸引买房者的宣传宝典。 在这些口号的吸引下,燕郊房价水涨船高。 从2000年前后,不到2000元一平米。 到巅峰时,最高层达近4万元每瓶。 但经历楼市调控,房价腰斩之后。 现在燕郊的房价,每瓶大约在1.5至2万元之间。 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2020年,燕郊二手房成交均价, 仍处在2017年调控以来的下跌通道。 在疫情冲击下,全年均价跌幅扩大, 全年同比下跌8%。 而燕郊的房价,与一盒之隔的, 北京市通州区相比,堪称白菜价。 根据北京中原数据, 2020年,北京通州区新建住宅成交均价为 50367元每瓶。 中原数据指出, 受付中心的规划利好影响, 通州区域价值被拉升。 成交量与均价,都出现了明显上涨。 再看全北京的平均房价,为64720元每瓶。 如果具体到各个区, 但凡位置不算太偏僻的地方, 价格都要更高。 而北京的平均房租收入比, 更是接近50%。 换句话说, 1万元的月收入中, 有5000元,都要花在房租上。 例如,在五环内, 一套50平左右的一居市, 每月租金基本都在5000以上。 而在环金片区, 燕郊一套110平米的三室二厅, 房租只要3000元每月, 一间20平米的单间, 每月只要750元。 无论是房价还是房租, 都吸引着北京城里的部分人来到燕郊, 但他们又必须要去北京上班。 因为环金区域根本没什么产业。 1999年, 廊房的燕郊被批准为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随后开始大力招商。 2005年, 廊房日报曾刊文总结当年的招商成果。 2005年共引进高新技术项目32个, 年内实际投入14.6亿元, 并计划2006年, 要引进高新技术项目40个, 总投资62亿元。 按照规划, 要重点围绕电子信息、 新医药、 新材料和现代制造业, 采取龙头企业拉动、 配套企业跟进的产业链招商方式。 引进和发展上下游配套项目。 此外, 当时廊房还提出建设人才高地, 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在连番努力下, 燕郊又在2010年被批准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第二年, 燕郊国家级高新区接牌仪式上, 落地了八大项目。 涵盖航天航空、 现代物流、 现代服务等新兴行业。 一时间, 风光无两。 燕郊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曾表示, 燕郊力争在, 未来20年内, 达到与中关村齐名。 形成, 西有中关村、 东有燕郊城的, 两大病例之事。 对标中关村, 可见其野心不小。 但是, 多年的操作下来, 房地产业的风光, 远远盖过了当地曾经最想要的产业。 如今提起燕郊, 人们唯一记得的是房地产。 当初规划的产业园区中, 首尔园, 成为首尔田城。 航天现代服务业发展区, 变成天阳城四代。 港中旅温泉度假区, 成为港中旅海泉湾。 全都成了楼盘。 高新技术产业, 变成房地产之后。 燕郊只是分流了北京的人口。 这几年, 北京的经济增长依旧迅猛。 2015年, 北京的GDP为2.5万亿元。 到了2019年, GDP已经增至3.5万亿元。 四年时间增加了1万亿元。 这其中, 做出贡献的产业, 60%都是科技、 信息、 商务、 文化等高金尖产业。 在燕郊的高新技术园区, 沦为住宅楼盘的时候, 北京已经有了 29,000多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5年时间里, 增长了2.4倍。 现在, 北京拥有 独角兽企业93家 居于全球榜首。 2020年1至11月, 北京市规模以上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实现营业收入 14,906.1亿元。 这样的北京, 对于很多人来说, 太具有吸引力。 而在规划中, 燕郊想要的那些产业 和现在为北京 做出贡献的产业 几乎是重叠的。 所谓的 金金级一体化, 究竟是一体了? 还是在互相争抢? 如果是争抢, 燕郊又如何抢得过北京? 北京有着 首都的地位, 决定了这里 是全国消息 最灵通的地区, 也是人脉、 资金等 各种资源的集聚地。 而北京还有 全国最优秀的 几所大学, 培养着 最优秀的人才。 所以, 这些高新技术企业 怎么舍得离开北京? 这也就决定了, 那些住在河北, 工作在北京的 跨城通勤族, 也难以割舍北京。 尽管如此, 北京还是往外 推走了一些产业。 2017年, 北京发布 城市总体规划, 提出 有序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 优化提升首都功能, 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 作为津津纪, 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 为此, 当年设立了 雄安新区, 用于疏解北京的 非首都功能。 但事实上, 所谓的北三线, 孤安等 这些环金区域, 因其与北京之间 地理上的亲密关系, 却最先承接了 这些疏解出来的功能。 而被疏解的 又是些什么功能呢? 2016年, 北京调整疏解 商品交易市场25家, 疏解商户 1.2万余户 年内有90个 传统商品交易市场, 要么被关停清退, 改造升级, 要么就是被疏解转移。 此外, 大鸿门地区 16家批发市场, 动物园地区批发市场, 天意小商品市场, 都被疏解转移。 2017年, 朝阳区就疏解了 商品交易市场68家, 仓储物流基地6家, 还有再生资源回收厂19个。 这些被疏解转移的 非首都功能, 被许多人视作所谓 低端产业, 相应的人群, 也成了一些人口中的 低端人口。 显然, 在城市规划发展上, 北三线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承接 北京腾退的 一部分传统产业市场, 以及疏解数十万计的 流动人口。 北三线成了 最重要的转移落脚点。 从这一定义来看, 燕郊的命运 注定只能成为税城。 这是这些环金置业北漂们 必须面对和认清的事实。 朝白和之隔, 燕郊 仍然是河北的燕郊, 距离再近, 北三线 也不可能是北京。